Local Amount Local的話是當本地的 本地也許就是我們現在 台幣的Amount 所以 意思就是說 它這邊有講 使用V的函數 範圍名稱 所以它這邊有講 所以它講的你一定要照做 如果沒有照做 一定錯 沒有分數 第一個一定要什麼 V的函數 第二個的話 一定要範圍 範圍名稱 你不能說用儲存格名 不行 它講到的一定要 沒有的話 那比對之後 它就沒有分數 一定電腦評分的 OK 好那所以我們要 針對什麼 它的Local Amount 所以你會發現 它銷售的金額是1750塊 但是這個是澳幣 那可是問題澳幣 AUS應該是澳幣 那如果是 折台幣 當地Local 這是 我看一下 T-chain AUS 當地的貨幣 那應該AUS應該 就不是澳幣 澳幣應該沒那麼低 這哪一國貨幣 AUS 知道嗎 沒關係 再查查看 不重要 反正就是一個匯率 匯率大概 0.9 0.9 好 再看看 OK 所以如果要改成當地貨幣的話 第一個我們插入函數 用那個 V2函數 查閱參照 裡面用那個V2函數 那要查什麼 查這個貨幣 Rigio 然後去哪邊查呢 按F3 去 不對 他這個應該 他這個裡面名稱有沒有建立 他明天沒建立 所以我們直接 取用這邊這個 點這個 Echange rate 然後裡面的話 等一下我取消一下 我確定一下說 這裡面他這個名稱有沒有建立 V9 2 4 6 8 所以他 他這邊應該是 我們剛剛有7個欄位 所以理論上這裡面應該有一個是 對啊 在這裡 所以裡面的話應該已經有幫我們建立一個範圍了 所以這個範圍 當然以後如果 你們在自己工作的時候 他這個是已經幫我們建立 如果你自己將來要 要做微軟查詢 建立建議 你自己建一個叫Range的一個 名稱 那定義的方式很簡單 你就把這邊選起來 哪個地方選 這個地方選起來 就是除了欄位名稱之外的 底下的資料 選起來 前面是他的貨幣 貨幣的縮寫 或名稱 然後 另外一邊的話就是匯率 所以我們微軟數的話這樣就OK就比較好查Range 所以插盤數 使用查閱語參照裡面的 那個最下 倒數第三個 微軟數 那查這個AUS 去哪邊查呢 F3 去 剛剛講的Range 這個有個名稱叫Range 那你可以看到大瓜湖就是他的一個範圍 開頭 那第一個欄位 你會發現 第一個欄位 是他的 剛好 要查的 所以查到了 然後幫我把第幾欄的 這個是第1欄 這是第2欄 第1欄 所以兩欄而已 所以第1欄 第2欄 所以底下 Color index 是第幾欄 第2欄 那比對方式的話呢 就找完全一樣的 輸入0就可以了 OK FORCE的話就是 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 OK按確定 好那向下 不對 還有一個錯誤 哪個地方有錯誤 這個B2 B2的話呢 他提供一定要範圍 所以不能用B2 那不能用B2的話 用那個regio 剛剛不是有定義的名稱 所以F3 這邊是regio 那個範圍 在這個範圍的這個地方 去幫我查匯率的第2欄回來 OK 我們現在按確定 那匯率就查回來了 有沒有 他會自動把底下全部查完了 那匯率有了 可是呢 他要的不是匯率 他要匯率乘上 銷售的金額 總計 所以最後的話呢 公司在 乘上 後面這個欄位 當然以前的習慣是點他 點這邊一下 可是喔 題目要求是名稱 所以 請你把它按F3 改成叫Sales amount Sales amount 按確定 這樣按打勾就可以了 全部都算出來 也就是當地貨幣 是這樣的一個 金額加總 OK 有沒有要取到小鎮第幾位 好像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呢 那就不需要做 如果有一定要按照他的 這個地方 名稱 然後用 這邊有提示 用Rent 名稱 去找 然後 乘上 Sales amount 轉換成當地的貨幣 OK D D的部分就OK了 再來的話呢 建立表格 那什麼叫建立表格 他用什麼呢 這個 表格樣是深色9 所以找到深色那個區塊 排第9個就OK了 所以喔 1 把優標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2的話呢 你看一下 哪裡有建立表格的地方呢 格式化表格 有沒有看到 那 也就是說 將來如果假設 你想要把這個 範圍 變成一個類似像資料表的方式 然後讓他呈現的話 那我們就找到什麼 常用裡面有一個 格式化為表格 那找到深色的第9個 所以深色看一下 深色 深色在比較下面 第9個 這個 這個伊利爾2 4 6 7 8 99應該在這裡 所以這個應該就是 表格深色9 沒錯 他按照順序啦 所以9就找到深色的第9個 好那他問你說 是不是這個範圍啊 是 有沒有標題 有 所以上面這個標題打勾就可以 按確定 好 然後 他會幫你移除那個靜態文 是啦 OK OK 怎麼變這樣 Ctrl D一下 所以 記得 轉表格之前記得不要選取 一定要移開 因為剛剛我們好像有選取狀態 不要 直接點 點旁邊一下 點到這個範圍之內就可以了 再一次 不然的話出錯 OK 這個範圍對不對 沒錯按確定 這樣就OK了 不過表格這邊怎麼會出現這個意味 向下填滿看看 通通意味 表格的部分 我看一下 這個 Rainbridge 名稱 Selcer Mount 這我再確認一下 地方 因為我們給他定義名稱 然後 但是呢 他這個表格本身也會針對欄位也給名稱 所以兩個名稱會 變成Double 怎麼辦呢 這可能就是必須 改一下公式 公式的話 Selcer Mount 那你變成說你就不能用剛剛那個用F3的名稱 變成你就要選這個 選這個 位置 那你會發現點了他這個位置的話 他會變成用表格的欄位 乘上 這個資料 有沒有這個 所以 有點像他已經重複了 他本身表格已經幫你定義欄位名稱 然後你又定義好名稱量 你會Double 所以我在想說新舊版本 應該是新舊版本的 關係 新版才有這個 舊版好像沒有定義欄位名稱 打勾一下 這個就OK了 向下填滿 那這邊的話也是一樣 這邊的話應該錯在這個regio 有沒有這個的話呢 我們就不要名稱 我們就用什麼 DeleteLale 把這個改成 用點 點這邊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他已經 表格本身也定義名稱 然後你又定義名稱 變雙重的 會造成錯誤 這個定義好 那這個也是改一下 這個一樣改哪一個 改這個 一個名稱 這樣就OK 向下填滿 這樣就不發生問題 所以 我在猜啦 應該是那個 新的版本 他表格部分 又多了自動 定義 那個欄名的 這個功能 可以造成兩邊衝突 所以 你們可能注意一下 然後 再來的話呢 最後我們就是 1的部分OK了 最後的話就是針對列印的部分 那列印的話呢 他要做什麼呢 設定基偶頁不同 然後頁手跟頁尾要做這些設定 讓我們注意來看一下 怎麼樣 印出去 要怎麼樣讓他基數頁跟偶數頁不一樣 這裡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那個 設定版面配置 那版面配置的話呢 一般習慣 我會從這個 上面的這個頁面裡面 找到頁面配置 裡面這麼多功能 不過我習慣是 直接點選 這個箭頭 它會跳出所有功能 將來設定會 比較快 而且比較容易找到功能 那再來的話 根據他要的 所以有版面配置 設定基偶頁不同 所以打勾一下就可以了 那怎麼知道基數頁跟偶數頁不一樣呢 那我們可以 在 這個 所謂的頁手、頁尾的地方 各位看到下方 有一個叫基 數頁 偶數頁不一樣打勾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個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頁手 所以你會發現有頁手跟頁尾 那頁手的話呢 要顯示 這個列印的日期 與工作寶名稱 那之間要加一個空白 然後呢 基數頁的 顯示在右側 偶數頁顯示在左側 所以其實顯示的東西 一樣 但是基數跟偶數 一個右一個左 OK 所以它是列印日期跟 工作寶名稱 中間加一個空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就是 頁手的部分 置頁頁手 那你會發現這是基數頁 基數頁是 右邊嘛 偶數頁是左邊 所以你其實可以先做一個 把另外一個貼過去就可以了 那先加日期 那哪一個日期呢 這邊有插入日期 然後空格 再插入工作表的名稱 工作表名稱在哪一個 這應該是工作表名稱吧 OK 其實鎖影標籤這一個 不是這一個 這是檔案名稱 是這個 然後記得中間加一個空白 中間加空白 這邊加一個空白 然後把這個複製一下 貼到偶數的左邊 顛倒了 應該是 那個什麼呢 偶數應該是在左 然後 基數在右 所以我剛剛 剛好顛倒 這邊把左邊剪下來 這邊放 右邊 然後偶數放右邊 OK按確定 這樣的話就完成 這個基數偶數頁的設定 然後 然後 頁尾 無論基偶頁 所以都一樣 均在中間顯示頁 OK 不管是基數跟偶數 所以頁尾 點一下 那頁尾一樣有基數跟偶數 所以 不管 頁數 插入頁碼 哪一個 在第二個按鈕 左邊 第二個插入頁碼 所以你可以把它再複製一下 偶數部分一樣再把它貼上 因為都放中間 按確定就可以 好 這樣的話呢 那最後的話呢 他還要做什麼 最後再做一個 列印標題 這個 跟我們前面講過的那個一樣 就是 有點像你捲動的時候 它上面的 列印的時候 上面一定都要有那個欄位名 不會因為第一頁有第二頁 以後都沒有 所以 就是列印的時候記得那個標題列 標題列在哪邊呢 標題列請你點到那個工作表這邊 那會看到一個叫標題列的 那標題列點一下之後 再點那個 第一列 第一列 記得點這邊1 游標放在那個1這個地方點一下 那他會出現 1 冒號1 意思就是這一列 當成是 他的標題列 好了 OK按確定 那當然你可以先預覽列印看一下 這個結果是不是你要的 你把它捲動到下一頁 上面也有藍文名稱 上一頁 下一頁也有藍文名稱 OK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 這一題的部分 所以你最後把它另存新檔 檔名一樣 你就把它改成 叫 EX A 210 OK 這樣就完成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